因应法官法上路 法务部今天为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揭牌 来自四类代表的委员 将对全台湾1357位检察官进行监督 法务部透露 目前已经锁定了几位检察官调查中 司法院长与法务部长为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揭牌 宣示未来将加速淘汰 不适任检察官 我们已经有锁定了几位检察官 有违法有违规的情势 将来我们想让他们在评鉴委员会里面 来以评鉴 11位被推选的评鉴委员 包括一名法官 三名检察官 三名律师 以及四位公证人士 不过法官界推举代表邵燕林 因为女童性侵案争议判决 饱受批评 去年7月公布的法官法 也受到死改人士的质疑 检察官评鉴退场机制 能否符合外界期待 从新闻界的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一个新闻的焦点 社会大众的看法 或者是经过媒体所传达的某一个讯息之间 是不是有落差 当然我相信 这个评鉴委员的成立 并不代表我们接受检验已经结束 它是一个接受检验的开始 民间市改会对于这个机制 并没有达到100分 不认为它及格 但是我们也认为说 好不容易有了法官法 那总是要试试看 看它会不会运作顺利 所以民间市改会并没有反对我 来参选这个律师代表 法官法规定 检察官如果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案件有重大违误 严重侵害人民权益 经评鉴委员会认定有惩戒必要 从司法院审理后 最终可以免除检察官职务 不过案件当事人 必须向检察官所属的法院 或上级法院 律师公会 司改会提出陈情 再向评鉴委员会提出 不能直接申请评鉴 新唐人雅的电视 富东陈珍 台湾天报道